接着带你看到花莲市一名成姓男子 以开烧烤店为掩护 实际上却是同时贩售毒品咖啡包 想趁着暑假期间大赚一笔 为了要规避警方查气 还以死转手的方式 把毒品放在不同的地方 再通知顾客前往取货 不过警方已经掌握相关的情资 一举逮捕六名的嫌犯 起出了近四千包的毒品咖啡包 那么是今年来花莲的最大宗 花莲车站旁的这家烧烤店 其实不是烧烤店 远景进入一查可不得了 后面原本都变法务 我都不会来后面 虽然店家变称自己不知道 不过这搜出来的毒品咖啡包 可是将近四千包 数量实在吓人 追查后发现 其实这家烧烤店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就是掩护非法毒品交易 看一下在哪里 不是毒品啊 远景埋伏更进一步发现 店家是以死转手的方式 交易双方互不碰面 来避免远警察器 没想到早已被警方掌握相关情资 交付现金之后 把东西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再通知犯嫌 再过去取拿 以死转手的方式来交付毒品 警方调查发现烧烤店老板 就是贩毒主嫌 正为暑假期间年轻人对毒咖啡包需求增加 从外线市进货想要大赚一笔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搜索 不仅查获了毒咖啡包等相关证物 警方还一举逮捕涉嫌贩毒的六名犯嫌 平常时候都是以路边摆设烤肉摊的方式来作为房子 实际他们从事贩卖毒品咖啡包的一个不法行径 也实施了对民众来做高压 高利讨债的一个行径 经过清点起出3931包的毒咖啡包 也是近年来花莲地区查获的最大宗 另外还有彩虹烟 安非他命 大麻等毒品 同时也涉嫌暴力讨债 讯后依法送办 主嫌生涯过准 另外五名被告交保 原本想要趁着暑期假烧烤 蒸饭毒 趁机大赚一笔 无奈还是法网难逃 记者 综合报道